大家好,我是大家老朋友,王重阳道长 今天跟大家聊一下狮虎兽,用一名是Liger 它主要是人类的影响或祖死之下的产物 它是雄性狮子和雌性老虎交配产生的后代 狮虎兽的体型比狮子或者老虎都要大挺多 不过不能在野外生存 狮子与老虎相恋,怀孕的概率极低 即使在人工饲养的环境下 老虎和狮子受孕的机会也仅为1%至2% 幼兽由于先天不足等原因,称获率仅为10万分之一左右 所以狮虎兽的数量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少 目前世界上狮虎兽的数量应该是10到20之间 也就是10多只 百度百科上显示是1000多只 百度百科有些词条不知道是谁经常乱改 改的乱七八糟的 所以有些数据大家可能看过之后自己还是要衡量一下 狮子和老虎他们都同属于猫科动物 他们交配的后代有两种 第一个就是狮虎兽Liger 是熊狮和狮虎杂交后产生的孩子 因此与狮子老虎一样同是暴蜀的一员 其样貌与狮子相似,但身上长有虎纹 他们和老虎一样喜欢游泳 第二个就是虎狮兽 英文名叫Tigan 熊虎与此时杂交后的孩子 称为虎狮兽 其头部像老虎,身体像狮子 这张照片就是深圳野生动物园的虎狮兽 狮虎兽并不能算作一个稳定的独立种或者亚种 从保护学的角度来说 虽然老虎和狮子都是兵于保护的动物 但是它们杂交后代却没有被列为受保护的物种的范畴 在国家一二级的保护动物名录和公约附录中 均未见到该物种的名称 狮虎兽的体型之所以比狮子和老虎都要大很多 原因就是熊虎以及磁狮会把控制生长的遗传基因传给后代 狮虎兽因为它是熊狮和磁虎的后代 所以缺少这一基因 所以它的生长就不受控制 狮虎兽从初生起会不断的生长 直到它的身体不能承受为止 所以狮虎兽一般是比较短命的 好了,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